此国只有15万人,建国27年,至今只有四个邦交国。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,虽然联合国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,但是仍然有很多脱离政府管控的地区,如所马里兰共和国、邦特兰国等,这些国家虽然建立,但是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, 而下面这个国家更是如此,其人口只有15万,1991年建国,快30年历史,但至今只有四个国家承认。 这个国家就是纳哥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,国土面积4400平方公里,人口15万人,首都茨洁潘纳克特,整个国土位于阿塞拜江内,而且还控制了阿塞拜江西南部的很多领土, 而纳哥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成立于1991年,建国已经近30年,而至今只有亚美尼亚、南澳塞提、阿布哈兹和德佐承认的,并与其建交。 而这四个所谓的邦交国中,三个也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,那就是南澳塞提、阿布哈兹、德佐,这三个国家都是俄罗斯控制,那么那哥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其实这还要追溯到苏联时代,那哥尔诺卡拉巴赫亚,本来是一个自治区,属于阿塞拜江的国土,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口,却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,而且亚美尼亚将其看,做自己的祖宗之的。 于是在眼看苏联快要解体的时候,首先测动那哥尔诺卡拉巴赫,自治区独立建国,在1991年成立那哥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,而阿塞拜江自然是不能坐看领土失去,于是派兵镇压,而亚美尼亚也立刻派兵,两国打了四年,阿塞拜江彻底失败, 不光那哥尔诺卡拉巴赫没保住,而且与亚美尼亚接壤的地带,也都被那哥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控制,而那哥尔诺卡拉巴赫从1991年开始一直处于独立状态,既收不回来,也没办法谈判解决。 那哥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共和国,却一直独立存在,有自己的军队,从统,从领和管理机构,全国还分为七个省和一个直辖市,可谓使国家版子都很成熟, 而阿塞拜江一直想收回,但是无奈自己实力太小,连亚美尼亚也搞不定,只能看着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更多精彩。 请关注,还原历史真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